大家好,这里是花厨房 超市里面买的挂霜花生 不要再去买了,教你在家自己做 两块钱不到的成本就能做一大盘 出锅以后,香香脆脆,特别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花生米 然后把花生米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大概十分钟左右,水分就控干了 往控干水分的花生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上一点点盐,搅拌均匀 加入盐可以增加底味 加上鸡蛋,做出来口感更加酥脆一些 碗中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一勺淀粉,混合均匀 然后加入到花生里面,搅拌均匀 像这样颗粒分明 不会粘到一起就可以了 搅拌的时候尽量多搅拌一会儿 花生就会变得颗粒分明 变成视频中这样的时候,找一个滤勺 把对于的面粉过筛出来 这样在炸的过程中,又不容易被烧焦 锅里边多倒一点油 油温烧至三成热的时候 筷子放进去,能够冒小气泡的时候油温就差不多了 把大火盖为小火 用小火开始炸花生 炸花生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慢炸 这样可以保证花生里面全都炸熟 炸出来的花生不容易炸焦 而且口感吃起来特别脆 全程用中小火炸上五分钟左右 像这会儿,花生已经炸熟了 变得非常酥脆 关火以后,把花生直接控油捞出来 另外起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往里边加入半勺白糖 半勺清水 咱们今天炒的时候 采用水油混合的方法 特别适合新手 现在锅里边已经开始冒大气泡了 继续翻炒一会儿 半分钟左右的时候 大气泡转为小气泡 像这会儿,立即关火 把花生倒进来 不停地翻炒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加花生的时候 一定要把火关掉 再把花生倒进来 因为锅里边融化的糖液 经过低温快速冷却的时候 就会反杀成颗粒 在花生的表面就会形成一层白霜 关火以后一直不停地翻炒 翻炒一会儿就会发现 花生表面的颜色 从黄色就会变成白色 锅里面的温度越来越低 花生表面的颜色也会越来越白 一直把表面炒得比较干燥的时候 就可以装盘了 一道下酒为下饭的挂双花生就做好了 日常的时候当做小零食来吃 也是特别的解馋 香香脆脆 特别好吃 用这样的方法 自己自家做的挂双花生 既简单又好吃 干净卫生没有任何添加剂 孩子吃着也放心 两块钱的花生米 就可以做这么一大盘 比强强买的花算多了 而且味道一点也不熟 超市里面卖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花儿厨房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